怎么说话才能显得更有格局呢? 可以从四个维度发力,高度、深度、角度、长度。 我知道现在出事床会有很多不确定性,但如果因此就放弃,我永远看不到人生还有多少种可能性。 相较于不确定性,你刚在意的是人生心的可能性,这就叫做看问题的高度。 你不用解释那么多,因为这个问题从本质上讲不是你的能力问题,也不是你的经历问题,而是你的心理问题。 你自己都没有拿出百分之百的决心把它干好,你能把它干好吗? 这就叫说话的深度,怕不是不做的理由,而是要做的理由。 你越怕什么,就越应该做什么,做多了,你就不怕了,这就是说话的新角度。 成熟是懂得延迟暂时的享受。 今天,我愿做别人不愿做的,我忍别人不能忍的,我中间享受别人享受不到的生活。 这就叫做拿未来看现在的长度。 你能够吗? 赞同的关注点赞。 traine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